诗篇第十六篇 神啊,求你保守我,因为我投靠你 我曾对耶和华说,你是我的主,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至于世上的圣民,他们都是尊贵荣美的人,全是我所喜爱的 追求别神的,他们的愁苦必定加多 他们所淀的血迹,我不祭淀 我的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,是我碑中的份 我所得的业份,你亲自为我持守 准神粮给我的,是加美之地 我的产业实在令我喜悦 我要称颂那指导我的耶和华 我的心在夜间也劝诫我 我常常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 因祂在我右边,我必不会动摇 为此我的心快乐,我的灵欢心 我的肉身也必安然居住 因为你必不把我的灵魂撇在阴间 也必不容你的圣者见朽坏 你必把生命的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